采犬 柴犬于1936年昭和11年12月16日被指定为日本的天然纪念物指定了六种日本犬种的其中一个 义是现存六种日本犬中其中一种小型犬 根据日本犬保存会 日本境内饲养的日本本土犬种里 约有八成为柴犬 柴犬最早是被培育作为狩猎鸟类昆虫兔子等小型动物的猎犬 即使有着试图保存犬种的努力 但柴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因食物短缺和战后全温热爆发而近乎绝种 柴犬面貌与秋田犬相似 也因此两者经常被搞混 细分的话 秋田脸叫柴犬圆 柴犬的耳朵与嘴叫秋田肩 不过两者最明显的差别是体型 柴犬比秋田明显较小 柴犬有两层毛 外层较坚硬直挺 里层则较柔软厚式 包括脸部耳朵身体和腿不皆为短毛 尾巴上的毛发较长 并散开成丛状 柴犬毛色一般为浅棕色黑色白色或胡麻色 柴犬一年换毛两次 一次换毛约半年 柴犬的尾巴为卷尾 卷曲方向可能偏左偏右 或没有偏移 柴犬天性较为大胆独立 同时也有顽固一面 有些柴犬警戒心较强 也有些柴犬对人类较为友好 但基本上与日本犬的个性相同 柴犬对于主人或其认可的人类较为忠诚 由于柴犬在古代是作为追砌猎物的猎犬使用 因此通常具有一定警戒心与攻击性 一般来说 母柴犬的攻击性比攻柴犬来的较为凶猛 柴犬与猫之间通常能够和平相处 有些遗传性见康问题会影响柴犬 其中包括过敏清光眼白内脏髋关节发育不全眼 检内翻膝盖骨托旧和乳迷胸 柴犬的寿命通常为15-18年 运动健康饮食和每天的散步可帮助柴犬的健康和延长寿命 最长的寿命可以达到20岁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谢谢您